市長 想問一下 連續兩週來中部 是比較擔心中部的選情嗎 不是啊 這個就是 其實 其實問我還不準 因為我們的行程都有我們的秘書在排的 應該說 哪裡需要 或者行程方便 他們就把它集成 全部集中 這樣一次跑完這樣 市長 想問一下 陳時中稱說 台北市把防疫責任推給中央 審判有點不公平 當初第一波疫苗分配的時候 然後還有給雙倍先施他的數目 第一點喔 到現在為止 我們沒有人把責任推給中央 我不曉得他講這句話什麼意思 至於那個疫苗一開始 這個我倒是可以解釋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在去年五六月的時候 因為事實上從統計數字上看起來 這我們最近也把整個台灣的 那個免日確診人數做個分析 一般來講 首都生活權最早 然後再來才是台中跟高雄會第二波 再來是其他城市 大概像一般來講 首都生活權會比高雄 大概早二到三個禮拜 你看那個每日確診曲線 所以你要知道去年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雙北疫情最嚴重 所以疫苗集中在那裡先打 這本來就完全符合公共衛生的戰略 所以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值得拿出來講 因為當時就是雙北疫情比較嚴重 所以被優先分配疫苗是正常的事 那林志堅昨天就是付出站台 然後指那個棒球場徵醫 他拿台積電油不良品 這個你怎麼看 這個就是 常常是這樣 不要爬出一個坑 再掉進另外一個坑 你那時候為了要護航這個疫苗的事 還去扯什麼慈濟是中共同住人 所以已經夠笨了 你現在再扯台積電 我跟你講我要是台積電高層 一句話就把你封掉 我說我們台積電不會花12億的成本 做2億的產品 今天人家不是打他說有瑕疵什麼 是說你這個工程會會這麼高 這才是今天他被打的地方 那另外一個才是說 你花這麼多錢還做不好 所以是這樣啦 你今天去扯台積電 台積電還台灣的護航神山 所以是這樣啦 那句話 不要爬出一個坑 再掉進另外一個坑 這個越扯越大 你知道 敵人越來越多 那臺北城市國安會的參觀人數被爆出灌水 這一點市長屬於是不想嗎 灌水就不會這麼少了嘛 這個很奇怪 因為我們每天大概5千到6千 其實就大概就維持那個參觀的品質 我看差不多也是 那個時間大概就裝這麼多人 所以我倒覺得蠻正常的 那現在最新民調 民眾黨支持 現在是略輸禮病黨成為第2大黨 這邊市長不看 我倒覺得是這樣啦 民調本來就高高低低 這本來民調就不是固定 它有個趨勢 但是我知道 因為目前 普遍來講對兩黨失望 所以你看 不是只有民眾黨上升 還那個包括時代力量 激進 他們都上升 所以這些人大概是 一時間 他不太喜歡國民黨 民進黨 然後就跑到一個 也許跟他比較接近屬性的政黨去 我倒覺得是這樣 民調常常是這樣啦 知道他怎麼一回事 但是這樣啦 終究還是有他長期的趨勢 還是要繼續努力 也不可能一天突然改變什麼 市長 你今天來到第5選區 那之前民進黨的台中市遠童選區的林立委 他因為酒駕退選 那現在地方就有傳出說 因為當時那個張惠昌議員 參選人也有在現場 那有傳出說這是民眾黨的陰謀論 你怎麼看 其實喔 就選舉策略上來講 民眾黨沒有你們想像那麼陰險 應該讓事實的真相差不多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 因為之前我們民眾黨為了酒駕問題 在黨內就鬧很大 我們有酒駕都不能提名 所以對民眾黨的這些候選人來講 大家比較注意了 所以喝酒他就不會開車 找太太來在 找朋友在 那應該是 也許其他政黨 他沒那麼 怎麼講 沒那麼小心 想問一下說 那苗栗線有可能藍白走嗎 常常是這樣啦 正確的講法是 本來就朋友要多 敵人要少 我們跟誰都可以合作 只是說是合作什麼 再講嘛 所以我們也是努力爭取很多人的支持 逃過來有時候別人會爭取我們的支持 所以這種都動態平衡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講藍白核 我每次人家問到我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都會講說 我跟綠白核的經驗還比較多 好 OK 謝謝 謝謝大家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包含孕婦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好幾把幾次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